谢谢主席,各位委员,我们请主委 来,主委请 那位委员好 我想就这几个跟今天的职灾有关系的议题 我们从你们的书面资料看到 现在职业病专科医师的人数 按照早上,我们卫生署的这个业务报告里面 全国287位的职业医学的专科医师人数 那同时我也看到了你们的数据 只在全年的现金给付人数是61788人 那么职业病的通过的是893位 被认定是职业病的是893位 看起来是比例只有1.44% 所以这样看起来啊 这个职业病的医生第一个不足 那么被核定是职业病的这个比例也偏低 不晓得是不是事实 是,跟我们报告 那个职业病的专科医生的整个制度的建构的部分 我是不是请我们副专长跟您报告 简单说一下 那个职业病的认定在那个100年是有758件 我这里看到是893件 那个这没有关系 我只是告诉你这个偏低的 这个人数是偏低的 专科医师人数是 专科医师人数啊 我们看到的是287位呢 那个处长呢 去年年底的话是287位 对啊没有说啊 对啊 那目前的话当然那每年都还是有经由教学 就算增加不可能增加多少的人 所以主委我只是告诉你彰显这个 我们现在今天竟然是谈何 而不是职灾了 那我们看到这个比例啊 非常非常的低 是不是因为这样子导致你们在核定 是职灾的时候 比例也跟着偏低下了 跟委员报告 刚才委员有问两个数字 一个是六万一千多 六万一千多是所有职业灾害的 现金给付 对现金给付 包含里面有893件是职业病的部分 对 所以并不是说职业病的比例低 这些都是职业 有些是职业伤害 有些是职业病 都是职业灾害的现金给付的案件数 那你自己认为这个1.4%是 百分比是合理的吗 整个 就你们几年 这十几二十年来的这个数据来看 这是合理的吗 委员提的是说 职业病专科医生的比例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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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核定是职业病的这个比例 被核定是职业病的比例 我们大概是四成 就是从 四成啊 大概一年申请进来 大概四成核定是职业病 大概六成是普通伤病 普通伤病 对 对 我说这个比例合理吗 我们还是要看个案事实的状况了 就是到底这是不是一个有异固关系的 我们现在担心了 就是因为他的这个职业病医生 专科医师不足 所以他核定的速度慢 那导致这个比例偏低了 这一点我们可以跟卫生署再来研究 你们这个要再做研究好不好 谢谢 那个主委啊 是 第二个 第二个跟你救教的是 关于你们现在的劳保基金 这个劳保基金呢 如果雇主违反了你的劳工安全卫生相关的法令 就是我们劳安法 那么造成了医疗跟植栽支付的时候啊 政府应该比较现行的健保 对于车祸加害人代位求赏 但是你们现在没有 你们可以进行代位求赏 如果他是 就是因为犯罪造成了你们的劳保基金的额外支付 那么可规则以第三人的那个部分呢 你们是不是可以代位求赏 跟委报告 因为其实那个劳保基金的成立啊 基本上雇主有负担保费 就是雇主负担保费 然后 所以 所以你们认为就不必再代位求赏 发生殖灾的时候就有保险给付 是一个对价的关系 所以没有办法再回过头来去做求赏的动作 那个基础是钱本来是他们讲的 的意思的 所以你们就不好意思再跟他要求代位求赏 我们现在讲的是说 他是违反了劳安法的状况 因为是他付保费 去有这个保险给付的 所以 就是在法律上找到一个基础 可以回过头来再去跟他代位求赏 因为他不是垫付的概念 那对于守法的这个雇主怎么办 这是不公平吗 对我们现在讲的是他违反了劳安法 我知道廖 廖委员有提一个案了 希望说这个部分呢 如果是由劳保局给了这个 这个当事人之后 回过头来再向那个有没有 那个相关造势的那个来求赏 我讲的是违法的 像那个违法者 可是这个部分 里面我们也有研究过 因为当如果是向他 他来做求偿的话 事实上当事人 他也可以 也可以向那个 向那个造势者来求偿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事实上两边是 是像过去曾经老保条例当中也定过 后来因为影响到被保险的权益 这个部分又取消 对我们讲的是一个公平的一个状况 对守法者跟不守法者 你们是用一样的条件 去处理他们 事实上我们现在就说 他可规则于他的 我们应该跟他要求 代位求成 你们再研究看看 我们研究看看 那跟我们报告就说 其实违法的雇主 按照我们老公安全卫生法 相关的规范 他该受到的行政法缓的部分 或者该必须负担的刑事责任的部分 其实现行的法律里面 那法子很低 绝对不急以 我们现在讲的这个 一般的这个请求的代位求成 那个额度了 你们再做研究 第三个我想问你的就是 昨天啊 五一劳动节 很多的劳工上了街头 提出了六大诉求 那么当中啊 有一个我们比较关切的 有一群啊 说他是弱势也不是弱势的医疗人员 也在这个游行当中 这看起来是非常突兀 但是证实了现在这个医疗的相关劳动条件 是非常令人担心 同时你在这个时候又推出了这个 所谓排除责任制这件事情 我上次跟你问过了 让我们的医疗环境雪上加霜 其实所以有一件事情 恐怕你 当然不是你的权子 所以你不知道 现在整个医疗环境啊 有一个雇主啊 有一个大雇主 你知道吗 有一个大雇主 他就是健保局的 他就是健保局 所有的这个医疗机构的相关人员啊 几乎就是领他的薪水了 因为是他去支付这个费用 所以他是大雇主啊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整个医疗环境 这个医疗消费支出啊 按照国内我们的GDP的比例 是只有6.3左右 总统曾经许诺 他当选的时候 要想办法把这个GDP的比例 拉到7.5 但是到现在为止一直没有达到 所以相对的 就是宰说了整个医疗消费 或者是医疗的该有的支出 一直没有办法达到一个合理的一个比例 乃至健保局 收了多少钱 我就给你多少钱 叫你在这个一定的额度之内给我去服务 但是你也知道 现在这个医生是不能按照医师法 不能拒绝病人 所有的医疗人员都不能拒绝病人 只要病人来了 你不能拒绝的 所以你不给他吵刺 又要他跑得快 医生怎么会做得到呢 我想到我还在念书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真的是拼了命 去做医疗服务的 那个环境 那三十年前我们不能讲 但是今天环境已经有很大的变化的时候 我们整个医疗环境的改变 劳动的这个环境的变化 我们一直认为是那个源头没有做好 这源头的资源不足才导致的 但是你作为一个老委会的主委 你就是一视同仁 你把所有的这个职业都看似一样的 其实是不大公平 我是建议主委有机会 应该在院会的时候 要帮医界讲话 医疗人员讲话 政府必须要 挹注更多的经费 进入这个职业体系 才能够建构一个安全的 而且有效的 而且是保证它的医疗品质的一个环境出来了 你按照现况 医疗人员是非常 非常对这个环境是不满 不满于它的源头 就是因为资源不足 所以有机会的时候 有机会的时候 你在行政要帮卫生署讲话一下 是 跟委员报告 就是说在我们能力范围内能做 我们愿意尽量做 不过这个问题就是 城府上次专门为这个议题而在这个地方召开的 障碍的报告会议 里面的这个 全国护理师的工会的理事长跟秘书长都特别提到 它的确跟整个健保制度 是息息相关的 对 那以目前健保这样的一个低廉的收费 那 要去支撑整个医疗的系统 然后要去兼顾到这些医护人员的劳动条件的时候 的确某种程度上面会有桌筋见走 然后 雇了这边就失去了那边 然后如果要照顾这边 这边有可能受到某种程度的一些伤害 它的确是一个 比较复杂的一个问题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处理相关议题的时候 其实都非常谨慎小心 所以最后我再举一个例子 我上个礼拜有机会到花莲 一个鼠立花莲医院 一个鼠立的医院 他们现在 从健保拿到的这个 费用的点值 听说只有0.86 他做一块只拿到八毛六了 做一块的服务工作 只拿健保值给他八毛六 天下有什么行业是这样的 没有 就目前的医疗环境就是这样 然后他要 这个院长要请一个 一个心脏的专科医师到花莲来服务 月薪三十五万 没人买 没人买去 就是变成他 做一块零八毛 哪有这样的行业 没有呢 我只是告诉你这个状况 所以你们在思考这个责任制的时候 恐怕要多所思维 那么最后一个我要问你的 刚刚我在座位上已经跟你问过了 这个没有 是劳工 但是他的雇主没有帮他办劳保 然后发生了职灾 我们从后面的这个职灾重建 职灾的协助 职灾的辅导的部分 能不能再做得更周全一点 我最近碰到一个案例 我就直称这个公司的名称叫做保家集团 它要起造一个房子 委托了嘉宏建设 嘉宏建设找了协域营造 协域营造又找了灌簧工程 灌簧工程再找了原住民的一个小包工 结果这个小包工找了几个工人了 其中一个出了意外 意外发生以后 所谓的这个保家集团 所谓的嘉宏建设 什么协佑营造 什么皇冠工程 通通都跑了 把责任全部委由 这个小包工去承担 你认为这个公平合理吗 公平正义合理吗 是跟我们报告 因为我们在劳基法里面的相关的规范 基本上这些所有中间 不管是大包中包小包 对于劳工发生这样的事件 全部都要付连带的损害赔偿 连带的补偿的这个责任 法律规定是什么 那我如果今天我是这个小工人 我受了伤 我到底要找哪个头啊 每个他都可以找 每个人都可以找 所以我应该直接找保家集团 对不对 可以 所以你应该教导 去宣导这些最机场的工人 让他们知道 如何去维护他的权益 是 现在找不到头 这个那么多的 你看大集团 大工程 营造 通通都跑了 剩下那个 他的包工啊 在那边 应对 是 这个受害者的 不是受害者 就是 受伤的这个家属 是 是 你们有什么可协助的 劳委会 跟我们报告 就是说我们其实有一个 直在劳工的一个保护专线 就是零八零零零零零零一八五零 有一个 你都怪不清楚了 劳工怎么会知道 因为我们有几只专线 然后 直在劳工 有没有更方便的 有没有更方便更直接的 一个协助方式 赖劳委员时间到了 我们另外也有一个 劳工诉状 辅助专案 可以来协助他 直接请律师 谁 是哪个处 你就告诉我就好 你不要讲了 老子处 我请我们后委 后委副处长 请他直接跟委员 这边做联系 看是哪一个个案 好不好 好 好 谢谢廖委员 接下来请离同号立委员